中野的阵容 分带的阵容 而且小虎这边揍一手 直接锁掉左翼 这样RNG形成了更强的中野对抗 以及RNG这个阵容 比起上一句来讲 主动性要更强一些 主要是在于这把一个 卡尔玛加酒桶的一个体系 这两边中野都是一个AP 那这样的话中野想办法 双人组打的还是非常的凶 有想要拿杜城 然后蜘蛛已经落过来了 这边应该要先往下路蹲一下 见一点视野 确定抓到酒桶的一个位置以后才去打龙 这一勾勾到老牛 老牛这位置先敲起自己的铃铛 有点血量太低了回升二连 一个点燃漂亮 流星出一个七字形二连闪回来 他自己也没换掉了 后面有一个TP 又在这个位置感觉是走不掉了 后面已经被封死了 我这波真的让刘青松 这波有机会 看看共识哥能不能走 两段跳交闪 这个蜘蛛网擦在那耳的小耳朵边 也要同时交两来 喀萨这边上路干渴完再往下路走 左一人过来带个飞行 加一个火箭腰带 一波是把两人打残 而且喀萨马上就带到卡尔曼往下走 又在这边Q了一下零威蜡 血量已经非常不好了 这波应该是要吃龙 一直往下路靠 这波尝试蹲一下但是被一个W给探出来 来了海克斯闪引导完毕过来W一下再Q一下 回身小明这个秒秒看出来开得很精髓 躲掉了一部分技能回身还想再上车车车车 点燃挂给了小明 但是侧面小明大概也搭到了零威蜡 两边三打三拉开之后 踢下来的小虎还有没有更多机会 看一下拉飞行过来没有再闪现 而且现在打起来感觉有点打不过 这波泰坦是没有大招 但是刘青松那边也没有大招 被交一个闪现以后往后 走在这波是没有后续的一个流人技能 两边在等TP下来的一个人 对面的位置有点危险 往龙哥里面先拉 保险在那边看起来直接摆给了 摆给了 摆给完以后 在旁边吃一下果子 一折热的大招挂进去 有打到一点伤害 小虎这一波Poke 直接把刘青松给打残 以后看一下小明过来 这位置没有勾到人 刘青松那边顶走了一个喀才 但是自己还是被换死 整面再一勾是勾到了 进攻在进攻 哪儿马上变大了 有一个节俭阻止了 他继续跌怒气 对面再一个R1 揪下这队友 再一个Q减速到左翼 左翼交出闪现 但是林伟祥就飞了 就拿到这个人头 这波打成了一个一换四 最终只有刘青松的牛头倒下 但是RNG这边是证明了四名大将 甚至那个牛头 中路打残了小天之后 有一波推进的机会 牛牛绕后了 那桶子先被睡到了 桶子一个大炸完 这后想开UCI 回车桶子开了一个苗表 又在这过去交一个闪现 但是林伟祥儿上去被太太定了一下 又在还没有止 侧面小明仙代替他死了 踢上了一个狼行位置不是特别好 他要一打五啊 这个位置没有机会 被控住以后 练住了一会儿 金公贴在脸上 又金公的一个回旋标 是拿下了狼行的人头 这波等于就走个最灵活的Eazerail 但是全队都没了 这感觉已经结束了 这大龙有没有袭击 订队弹幕也没有 试一下吧 试一下吧 没的是他来不及 我说你试一下 我试一下 你说一下 这把RNG没机会了 我告诉你 你要相信科学 天神下凡 天神下凡 他这装备不支持 他的装备现在天神不了 达出之间 李卫翔 吓死了 老牛没有蹭到这个助攻甚至 小虎直接是被秒掉了以后 RNG现在必须以四个人来守高地 大龙大夫还有两分钟 对RNG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消息 那儿可以直接四腰分带 做一个腰点 把下路的一台给带掉 中路的高地 在等下一步的一个冰线 现在正面没有人敢上去 没有 不要说没有人敢 没有人可以上去 对对方的残害了 就现在即使蜘蛛溢到 或者太难勾到 你不敢上去打 二连 筒子也炸 游战先溢出来 那位小民这边应该要先没了 李卫翔 李卫翔拿到第七个人头 差一个人就可以超省 哇你看中路高地 直接open出来 给方普拉斯平推 对现在下路高地也要掉 这波小民争亡了之后 感觉也守不住 甚至这一场还可以 看一下方普拉斯吧 如果忙一点还有一分钟 有机会拼一下 但因为对方双C 是已经复活了 所以这波还是撤回退了 对这把其实方普拉斯 跟上一把RNG 一样运营就行了 就破两个方法 一局不是对方选球筒 这局是卡莎首席的一局 你觉得有没有那种 以抢代分的成分在里面 别说了 又是这个熟悉的高地 对面又残了 有没有可能像上一局 RNG在推这个高地 都出现一些问题 不推了 不推了不行了 这波被小虎睡到 来了套飞心 主要没人给他打 刚才 现在就是等龙 三个六大掌精 方普拉斯也 直到上 就是上一场 RNG其实是大优势 不知道他的技能 这个催眠气泡 内外下来了 直接一个QG把明天盾给打掉 还在点身上 挂了一个UTI的一个 大队弹完全不怕 刘青松上来看UTI UTI一线往后拉 以后反手一个大招 最后是小天跟刘青松 受到了半血的一个伤害 狼情已经开启的 一个大妹在UTI 在后排子直接被打裁了 飞进去了 这一下直接吵神 但是 一晚上还太高了 没死三杀入手 我感觉另外一下 还要再找第四颗人头 会不会浪一下 这波感觉不太敢浪 因为他的鞋带不是很多 在躲浪 这个技能在最后被一刀砍死 观众员牛逼 但是这波一波了呀 一波了一波了一波了 这样我们 应该要恭喜FUNPLUS 搬回一钞 双方 比分改写为1比1 确实在本场比赛前期那波 土龙团接完之后吧 整局游戏就没有太多分盘的可能 当时猫黄也直言 对吧 这局他都不知道怎么翻 是 1比1 赛 待会马上要来抢赛点了 好戏开场 再次恭喜BOMPLUS 好戏BOMPLUS赢下了这一回合的较量 目前双方走到1比1平手 这一场比赛可以说就RNG的快攻在完全失败的情况下 由于阵型缺乏后期的能力 所以连防守反打的可能性都消灭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天都染红 汇双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